我们今晚回苏州了 我们在上海一个多星期 一把牌位都没打 每天打完训练赛 11点多 就会有点休息 之前 再赢就好了 今天输了感觉 打牌位 还挺重要的 我们今年不打苏州场馆了 冒泡赛也是在上海 冒泡赛是在上海吗 我不知道 最后赛反正决赛也在上海 但绝部赛还要填地 怎么被369打成这样 人家一阵 据我常规赛的表现 五阵都排不上 打不过一阵上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今天 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吹牛说 打的就是一阵 因为去年小虎也是一阵 但是 被310了 有点尴尬 今天 丢点 不大 比赛前 失眠 说实话 是我那儿玩的不好 那儿就是英雄 给弗兰多 给维吾尔人 他们都能玩的比我好 是我玩的不好 最后赛上当中 我那儿应该是最垃圾的 说实话 主播的鳄鱼 秘密武器 还没到拿出来的时候 去年季后赛打方普拉斯 被310 300个鱼 从那之后 就不太强了这英雄 说实话 我希望设计师 赶紧把那儿再缺 缺 几次 限制这个英雄的出场 跟现在格文一样 说实话 昨天赢了 如果采访的是我 说什么我都想好了 接下来我们会一场不输 进入世界赛 硬币 阿卡丽是不是吊打永恩 永恩吗 嗯 算是好打的 红楼还是上楼 上楼 红楼挺好打 上楼不是 上楼应该被吊打 嗯 啊 Q没吹起来 卧槽 哈哈 啊 这不是找无主 啊 啊 啊 凯轩 啊 哦,能這樣被修嗎? 有大的 說實話 你怎麼跑? 哦 完了 感觉这票可以上 没翻盘希望